新浪娱乐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韩哥 好像这次瘦了不少,就专门为了这个戏 对,因为在拍摄的过程中我就开始减肥计划 对,因为有一场戏必须要我瘦 对,就是很短的21天我就马上速解 是挺苦的,因为又是在沙漠拍,然后又要减肥什么的 白天我拍戏,晚上拍完戏 晚上我就回来开始健身跑步 但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吃的东西吧,就特别注意 但刚才不是说面对导演的火锅业务 所以我就拿白鞋帅或者清汤,只吃菜 那还挺不容易的 大家会觉得说这次你还蛮感的,就接了这个角色 就是至尊宝这个角色 其实挺曲折的 对,因为这个角色我觉得大家的 怎么说记忆里或者大家的脑海印象中是非常深刻的 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都第一个感觉挺兴奋的 第二个就是这还没怎么拍呢,肯定是有比较的 甚至有很多一些质疑的事 所以就一直在犹豫,就是很纠结的一个状态 但导演呢,但这段时间就给我鼓励啊 还挺大,给我很多信心 对,还我说在007还换好几个演员呢 对,他说的,你可以去把这个至尊宝 还有孙悟空的很多的另一面给表现出来 所以我就鼓起勇气,就接了这个角色 像你说的其实这个角色,这个电影给很多人是有很深的青春记忆的 那我不知道这个角色,或者说这部电影对你本身来说有没有影响? 其实这个是我,因为在我那段时间,我的记忆里面这是我最好的一部电影 是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 甚至我就看完一之后,我还等有没有二 但没想到电视上真放了二,当时我还特兴奋 就拿了好多吃的,趴在床上继续看 因为那段时间,其实对我们80后的,尤其80后的,其实影响还挺大 就是完全的西游记的一个颠覆的一部电影 那其实很多人都会有一个所谓的要英雄梦啊什么的 因为至尊宝都是被指甲说是小彩七色彩云什么的 不然你自己以前看的时候,会有一天想要演这样的角色 我还真没这么想,因为那时候小啊 那时候小,没有,那时候还在学舞蹈 对,在中央明星大学,还没有真的想去做个演员 甚至艺人,那时候还没有那么想 但是确实有一个,每个人都有一个孙悟空想做孙悟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影响 对,如果我要是孙悟空就好 你现在我们才有百般变化有很多的 对,随份变,我还想到我要变成什么,还去干什么 这怎么样 那最想变成什么 其实我特想变成老鹰,对,能飞的 对,就是在天空上就好 比较自由 对,比较自由 那这次演了一个,就是自己可能年轻时候小时候特别喜欢的一个角色 就像你说的,可能也会有比较的压力啊 那我不知道现在快上映了,你自己是忐忑多一点了? 我觉得没有之前的那么忐忑 对,我觉得能接这部戏,我觉得已经,对我来说已经是挺幸运的 就是我也是一个非常喜欢大话戏友的一个人 但没想到这个中阶篇这个大话戏友3,我来重新讲 我从来没有想过 所以这也是给我一个圆梦啊 对,我也希望说不让自己后悔 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再拍《大话戏友》 我觉得这应该是很难得的一次机会 那你会有心情说大家会把这个戏 跟前面两部比较的时候 会给你这个有更好的评价或者说是 我觉得大家放平稳的心态去看这部电影 对,我觉得肯定不是说是经典 我觉得大家觉得经典肯定是超越不了的 但是我们用自己的风格 甚至说在这一个期间 我们会把这一个故事给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演好 对,包括所有的工作人员 他们也是心里存怀的那种情怀去把这个电影去完成好 对,这不能说是比较 因为这个也是我们重新的另外一个故事 那这次拍的时候对你来说最难的部分是哪? 是打戏呢?还是特效? 我觉得打戏还好 对,我觉得这难的就有点人格分离了 又去演至尊宝,又去演六尼猴又去孙悟空等等 有时候拍戏就是六尼猴和孙悟空 有时候我都分不出来 如果说我现在在今天拍的是六尼猴和孙悟空 接着又问导演 对,有时候混 就算是你第一部古装 对,就是第一部 那你会对自己的造型就适应 因为电影中还有猴子的造型吗? 对,我还挺享受的 尤其是猴子的装 你打戏成之后 自然人就会有那样的一个感觉 孙悟空那种霸气等等 因为我们看预告,好像预告里面有不少的情节 其实跟原版是有一些重合的地方 因为导演也说我想把第一部和第二部的很多的一些空白 给填充掉 对,所以有很多里面会有一些镜头 或者相似的一和二 因为让大家也得了解这个所有的故事 那你在演的时候会像前两版曲经吗? 因为刚刚有听你说 其实会不自觉被影响 对,会不自觉的影响 因为《大花球》我真的看了很多遍 对,真的你去演的时候不自觉的会有一些影响 就是说我会去模仿 说哎呀,应该是这样 自尊宝应该是这样 但是导演还是希望说 以我的一个理解 或者我的一个表演的方式 来去把这个自尊宝去体现出来 对,但我去演绎这个自尊宝的时候 导演也会从里面去看 准不准我对不对 但他不会让我有一丝丝的一些印记 那个一和二的印记在里面 就是你会刻意的区别你跟周星驰的表演吗? 是导演会去把控的 会把控我这个所有表演的东西 那大家都知道导演你的风格是比较无厘头 比较搞笑的 他现场会调教你这部分 导演从头到尾他都不让我搞笑 他就让我正常的演 你不要打成一个喜剧片来演 他这不是一个喜剧 对,我就是很正常的去演 但是有很多的在他的所谓屋里头 他是有原因的 在这一场景或者气氛 你说这样话的时候就觉得很逗 其实有没有去故意的 去把它演成很喜剧的一个电影 其实你有说这一版本 其实是为了填补前两版的空白 所以韩唐CP会让佳跟志尊宝的结局 变得更圆满一点 我觉得肯定是一个大的圆满的一个结局 大家去电影院看 我觉得会给大家很初不预料的一个所有的剧情 对 因为是一个穿越过去弥补遗憾的一个主题 那如果对你来说有这样的机会回到过去 你会有一些遗憾想要去弥补? 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做的所有的事情一步一步都是有原因的 对,因为所以都会有 所以才会到今天一步一步的做到今天 有可能中间有一些事情稍微改变一下 有可能我今天也不会做到这 我看一下拍摄特级导演 说你是个很逗逼的人现场 就是很会逗大家开心 然后你自己也在说 大家都说你演完猴子都不太好做人 所以你在现场是怎么会闹大家 其实我平常跟朋友在一起 我是挺放松的 跟大家一起玩开玩笑 但是在这部电影里边 有很多都是我自己认识很长时间的朋友 在一起来工作 所以大家不光是在戏内戏外 就是经常在一起聚 玩在片场的花团间一起去玩 就这样 我很喜欢剧组的所有演员在一起的这种气氛 我觉得这种气氛保持的好的话 我觉得在戏里面也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这样的环境下 让你去演这样的一个片子 其实不存在 需要让你去解放进行 或者是放下偶像包袱这样的 我从来好像有偶像包袱 很多粉丝心中你还是偶像的 他们还是希望我把包袱捡起来 但人不能变 人性格就是这样 所以出演一些比较夸张的条段 其实对你来说是没有压力的 我觉得演员还是专业吧 我觉得演员就是唯一的你的职责 就是把你的角色去演也好 不管你是夸张 还是你是收敛的或者等等 我觉得要适合这个人物来去做 好像这一次是有唱主题曲吗 就是在重新唱那个经典 大家很好奇一个东北人 怎么去把握这个粤语歌词呢 就很多人都说你一个东北人学粤语的话 真的是挺难受的一种 但我确实在录音棚 我真是一句一句的学 先一句一句的学第一段 第一段学完之后 我就进录音棚就开始唱第一段 就一直唱反复的唱 有哪个字到录了有五六遍 有哪个字不对的时候 我再重新再去唱 知道 其实还蛮顺利的 有没有 还算比较顺利 这一次打算其实应该也蛮多 挺多的 掉个牙或者等等 我掉了好像有 最多时候掉了 连着掉了一个星期 一直都在打 我有时候还问今天我跟谁打 都打过了是吗 几个都打过了 就是无精没打过 我打他 师父不能打 那会有危险吗 因为好像拍摄条件 就当地也其实蛮恶劣的 沙漠里戈壁里 因为在棚里的拍摄比较多 在棚里雕尾牙等等 但是确实会经常会受伤 因为钢丝会刮在身上 这一道就是紫掉了 就经常这一道全是紫的 半边胳膊都是紫的 因为你空中有翻 或者是有侧空翻 或者拿棍子打等等 大部分我还是自己去 能自己去做就自己去做 其实还是挺艰辛 又是减肥瘦身 又是要更多的大 穿那个盔甲还沉 动作起来王老 还是不是那么很舒服 里面全是汗 每次拖了盔甲之后 里面已经全石头 也有助于减肥 那有让你觉得说 印象深刻最难拍的一场戏 我觉得都还好 我觉得最难拍 应该就是打戏 因为很多动作你要现场去学 但前期我都会去练 练棍子怎么去耍去玩 但是你到了现场之后 你还得去现学 你所有的棍法怎么打 跟对手怎么打 对 跟唐唐第一次合作 算是愉快吗 就是要演这种 又虐 可能有时候又要甜的那种戏 我觉得还挺舒服的 跟他去合作 我觉得是挺舒服的 因为是第一次跟他合作 就是没想到他是对工作的 是很认真的一个态度 甚至我觉得他性格也很好 有点打打烈烈烈的 大家很快就融融在一起 对 就不会尴尬拍吻戏 又拍打打闹戏 不会尴尬 甚至都笑长 我们俩都笑长 有时候会比较笑 有一次我们俩对戏 就是看着看着 我们俩都有一点笑 对 笑点比较低吗 就是笑点比较低 因为在片场拍戏过后 在化妆间的时候 以及大家的气氛 就是开玩笑 打打闹闹 只是又玩游戏 忽然又变成那种深情 就突然就会笑 大家会觉得说 韩根就是初到演员 好像演的都是一些 就是角色形象都很变化 很大的一个角色 但是都没有演过一个很正儿八经 很偶像 很高富帅这样的一个角色 好像你都没有想过要演戏了 比较符合你身份的一些偶像 就是我还是挺希望去体验这个演员 不同的角色的一种感受 有不同的角色 你会感觉你去尝试一个 别人的一个人生 和一些想法 所以就觉得很过瘾 高富帅 我没有说特意的去 我有可能会没有选到我 特别喜欢的一个剧本和角色 对 所以没有所谓的就是 你是个偶像出身 就是你会希望能够保持偶像的这个符号 其实我并没有很在意这些东西 我觉得做演员可以去放下很多东西 甚至你去尝试一下别人的人生 去尝试不同的角色去感受 我觉得应该是演员去多去尝试比较好 我也不希望永远成为一个 就像大家所谓我是一个偶像 一直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偶像 嗯 正说会老子 但是你会担心因此粉丝可能会 你粉丝中就会酸一些偶像 因为我觉得我做这个行业 更多是希望我开心或者我喜欢 嗯 对 我就想去尝试 嗯 甚至我想去尝试不同的一些感受 嗯 对 如果要真的像 像你说的粉丝 希望你看到偶像 那我这一辈子真的就做高福帅偶像演这样的一些角色 我觉得尝试不到人生的酸甜苦了 对 那你还有什么想尝试的 其实我我还没有演过真正的军人 嗯 嗯 因为我家里爸爸和爷爷都是军人 嗯 嗯 我毕业的时候也差点去做一个军人 嗯 但初来没有演过军人 嗯 还挺想去尝试一下 哎 夏友乔弄那个算是军人的角色 那还不算 对 那个因为觉得还没有到真正是军人的一个角色里 嗯 嗯 那你刚说到自己老了 我觉得相信粉丝很多都快心碎了 但是很多人 我我没说自己老 哈哈哈 我说 嗯 到以后会老的 嗯 嗯 难免大家都会被问到就是现在 你家就是小鲜肉所谓的来势汹汹吗 嗯 那作为前辈你会有一种压力吗 就背后浪去感压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压力 我觉得这是一个时代或者现在状况的一个需要 嗯 有需要 它会有这些小鲜肉出现 嗯 或者甚至一些新一代的一些偶像或者新一代的一些实力派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事情 嗯 就甚至说我们 不能老是存在在 停留在就是 呃 像以前的那种程度 我希望有不同的学院 希望有不同的一些好的优秀的人才 来把这个娱乐圈甚至说电影音乐都能成为更好 嗯 嗯 我说这并不是压力 嗯 不会看到那些粉丝街机啊 这种无一帆入汗之类的 会说嗯 嗯 这些都是哥当年经历过的 嗯 你会有这样的心态啊 我 你会有没有 你会有 我也没经历过 我还觉得我还挺会享受生活 会享受工作状态 嗯 对 嗯 其实现在因为大花秀这个IP其实很经典嘛 嗯 各路其实有都在拍 像包括现在电视剧版的也有在拍 嗯 电视剧版其实主演之尊宝是你的后背 嗯 那你会担心说哎 又有所谓的比较出现 我觉得 不一样 嗯 对 就每一部电影 甚至每一部拍的续集 或者不管是电视剧的电影或等等 都是不一样的 嗯 因为每一个人去演是有不同的一些感觉 嗯 那有可能紫霞你来演是你的一个方式来去演这个 呃 紫霞 嗯 我觉得你要看大家真的用平常心的去 呃 去看电影和电视剧 嗯 对 那紫霞在去演这个之尊宝和孙悟空 我觉得他也很合适 他也会不是我 嗯嗯 对 他人家也是不错 嗯 那作为前辈你会期待跟他们这些现在的这些小轩肉合作吗 嗯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真的很希望也希望跟他们一起合作 嗯 嗯 但是很多的我觉得是电影的需求和电影和角色的需求 嗯 对 之前好像算是有合作吧 就是 长沐那会是跟吴亿凡有合作过 对有合作过 他没有对手系啊 嗯 嗯 那之前可能有发现一些惟语快音的剧本啊 是吧 嗯 啊不是半个小时吗 啊 那会之后会比方说影响你之后的剧本啊是有跟进面 其实那一个我觉得没有太大影响 我觉得我接合作的每一个工作人员 呃接的每一部剧我都是很真诚和真心的去跟他们去 呃去一起工作甚至互相信任的一起工作 嗯 我觉得以后,不光是以前和以后,我相信我接触的所有的工作人员,我都是前提第一,信任和真正。 所以其实对你这边来说,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 我觉得该工作工作,该了解了解。 回到这个电影的本事,因为刚才提到这个词的至尊宝,其实是个大暖暖,是个百分百的爱七号, 这算是一个涵根的至尊宝的一个大的特点,跟前两部的不同? 应该是吧,我也听了导演去看片子,听了一些回馈,说都希望有一个至尊宝的这样一个男朋友,很乱。 他这个特点跟你比较像吗? 其实我挺乱的。 大家会觉得东北男生会不会比较大男子主义吗? 我是有一些强势,但不会那么严重。 对,但我觉得尊重对方人最重要。 其实不算是比较大男子主义。 应该不算。 那你会比较说,这一次,因为好像你电影里面有结婚的,我刚刚看到有喜福的这样一个环节。 嗯,对。 那我不知道你现实生活中也当过几次爸妈了,那对自己的婚姻大事会比较。 我呀,神奇自然。 我觉得这个,大家从我出道,不光是我,所有的艺人都会去婚。 结婚啊,女朋友等等。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神奇自然。 因为感情这个东西不能去强人所难。 你必须要去,你这样,必须要这样。 这个就是看世界。 那不会有来自这种家庭的压力啊? 或者是说粉丝的压力啊? 我觉得还好。 我觉得外界影响我的东西不是那么很多的。 对,从我出道到现在。 尤其是后期,对啊。 外界影响我的东西,其实不是很多。 那当然,就是有标题粉丝问去,就是他们会觉得说,那扑导还跟的方式会是什么? 扑导我呀。 珠宝啊。 会难吗? 这很难吗? 我觉得挺难的。 嗯。 我觉得挺难的。 嗯。 所以你是要求比较高是吗? 也不是要求我,我评的是感觉。 嗯。 这感觉比较难把握是吗? 就是难把握。 嗯。 因为我觉得大家要求去相处。 这也是得需要一些时间。 所以,就不存在喜欢什么类型? 或者不喜欢什么类型? 呃,其实没有那么很具体。 嗯。 其实我觉得谈恋爱,甚至是结婚等等,真的是, 词语啊。 感觉。 嗯。 你也不会是随便,就长得帅啊,我就跟他去谈恋爱。 你跟我谈恋爱,你会跟我谈恋爱吗? 会啊,是谈恋爱不会结婚了。 哈哈哈,你看,你都直接点头了。 哈哈哈,所以结婚和谈恋爱是不一样的。 嗯。 不是每一段恋情都一定要奔着结婚去吧? 嗯,那倒是。 嗯。 谈恋爱归谈恋爱,你也挺开放的。 所以对你现在的状态来说,谈恋爱就是一定要结婚。 谈恋爱我觉得是需要时间和经营。 嗯。 嗯。 你得需要陪。 不一定说是奔着结婚去了。 但你有一个谈恋爱这个过程,是你去享受谈恋爱的过程。 但是我说,你说我天天跑,我说一年,我在北京时间结合起来不到一个月了,不到半个月了。 对。 所以这个是很难的。 所以我想说就是你现在这么忙,应该也很难。 嗯。 除非你做不处理。 你能天天跟我谈恋爱。 真的吗? 所以就是。 别美,赶紧采访。 哈哈哈。 所以我想说,这对粉丝来说,这不是唯一的途径,是吧? 我觉得,一定要是理性。 对。 嗯。 不一定说是,有可能粉丝,呃。 不一定说粉丝了,或者其他人,有可能真是我的粉丝。 嗯。 如果我碰到说真的有,有感觉,甚至说,呃,有一些,呃,存在的那些感觉的话,那有可能都会去,嗯,去尝试。 嗯。 所以一旦尝试,你就是百分百的暖暖,爱情好。 呃,我会尽量。嗯。 因为工作原因确实这个,嗯,就是说不出来。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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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会好几件,重心都在电影上。 嗯。 那音乐这块还会有? 还会去做,对。 但每部电影呢,我也希望说,能有我自己的一些想法跟导演去沟通。 嗯。 希望说,我能去做一些不同音乐在这个电影里面。 配合这个电影去做一些不同音乐。 甚至有时候,我也会跟我的团队啊,经常做一些自己好玩,想做的一些音乐。 嗯。 嗯。 我看你手上带着这个,也是金屋的造型。 对,这个是这次大化的一个衍生品。 嗯。 所以,有一段时间会沉浸在至尊宝这角色用很难脱离吗? 嗯。 也不会。 但是嘛,有时候我经常开玩笑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找你,哇,西南。 嗯。 他们也会说,你还跟至尊宝,就特别适合你。 就比较皮,是吗? 就比较皮。 嗯。 你会,你会现场就是开他们玩笑,逗他们? 嗯。 嗯。 经常玩。 比如呢? 我就知道你会说比如。 哈哈哈。 我有看你在微博上,呃,是谢南在微博上发那个。 是。 今天的谁,张瑶欧,张瑶欧也发了一个。 就那个视频。 对。 因为我在片场,我们就在,呃,化妆间里面,我们就玩,就开玩笑,就拿那个去录。 所以这算是你的常态。 嗯。 嗯,差不多啊。 很精神病,是吗? 就很不像,就是跟,跟你之间的想象。 有时候我在片场,我吃中午饭的时候,我也会把张瑶啊,张超,还有一些男,还有唐嫣。 嗯,我们几个都聚在一块儿,来吃饭。 嗯,就吃火锅啊,我觉得那也是热闹。 嗯,嗯。 那为了吸收了十多斤,现在有胖回来吗? 嗯,没有,还在保持。 嗯,那所以是有八块负责为这些? 嗯,还有一点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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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个特效化妆会做成是这样吗? 特效化妆一般都在三个小时,两三个小时左右,三个小时左右吧? 嗯。 来去化妆。 嗯,因为还好,没有说那么复杂。 嗯,嗯,嗯。 那,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介意大家会说这个电影出来之后你是在挑战你的精灵? 或者说是你在挑战周星医師? 我并没有这个想法,嗯,对,就因为很多一些外界讲的东西,有可能是在加入他们一些。 想法 或者是等等 来去 在你身上安得 标销和符号 但真正演员去想 并没有去想那么多 我去挑战 我要去超越 我并没有想那么多 我演戏没那么大 我唯一的想法 就是把这个角色 演好而已 希望说这个电影 真的是大家能喜欢的 一部电影 好像这期里面 又有紫霞 又有把白金金 这个角色 重新加回来了 所以是有很复杂的 感情纠葛 我在里边的时候 我就觉得太累了 太累了 太累了 有很多 因为吃春宝的爱情 孙悟空的爱情 还有六尼猴的爱情 我感觉 把所有的一些角色 好像都有关系 所以就太累了 所以我在平时 真的我自己的话 我也不希望 有这么复杂一些 感情的东西 我还是希望简简单单的 最好 所以这次是所谓的男女关系 很复杂 是吗 男男女女 是什么 妖怪 神仙 什么东西 都有了 还有男的 男的 看片吧 所以就是可以刺带人 后 CP请是吗 也有一点 你看了吗 片子 我还没来得及看 有媒体 有媒体 去看吗 有 但是那次看片 我还没去看 可惜你了 你看了吗 你看完全 我看了 但是看都是出现 还没有完全做完 那站在你看完的角度 以及演主演角度 如果让你给自己个片子打分 你自己会打多少分 给自己 其实真的 我还真 每次拍戏和演一个角度 我从 真的不敢给自己打分 我觉得这个分数 真是完全是 观众来决定 不喜欢你的 零分都可以 喜欢你的 可以给你赞100分 或者101分 但我还是希望能看到 很客观的一些观众 能真的去看完这个电影之后 给我一个客观的一些建议 或者甚至一些 问题 我这个完全是可以接受的